2007年,薄一波寿终正解,然而在一片悲伤的气氛中,两个谣言却在社会上广为传播,其中一条还涉及到了毛主席,薄老后人气愤至极,不得已登报澄清谣言,那么谣言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? 视频开始之前,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,感谢您的支持。 薄一波出生于1908年,家境贫困,自幼便为生计四处奔波,当时时局动荡,薄一波17岁时便立志要做出一番大事业。 解救万民于水火。就在这时,薄一波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,随后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 大革命失败之后,薄一波在老家山西肩负着恢复党组织的重任,还积极参与了在北平、天津等地的兵运工作,是山西新军重要的创始人之一。 然而不久之后,薄一波被我党叛徒出卖,紧接着被抓捕入狱,被关了整整五年。 而在这五年时间里,薄一波从未有过一天懈怠,即使身处淋雨,薄一波还是坚持着自己最初的理想,面对敌人的言行逼供以及唐一炮弹,他也从来没有透露过我党的任何秘密。 最终国民党拿他没办法,只能给他判刑八年。 薄一波在狱中还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监狱的一名看守,发展其成为下线,随后在狱中建立了一个联络点,还成立了党支部。 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面,薄一波经常向狱中的其他同志宣扬共产主义,丰富了狱友们的精神世界,让他们没有在狱中自暴自弃。 全面抗战前夕,薄一波等54位同志在我党的授意下,假意投诚国民党,随后被放了出来。 紧接着重返抗日战场,在诸多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,之后又在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,打了不少胜仗。 新中国成立之后,薄一波被党组织为以重任,担任财政部部长一职。 在此期间,薄一波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有着极为突出的贡献。 当时,中国才刚刚成立,百废待兴,内有外患,内有国民党参与势力频频捣乱,外有朝鲜战争,分散我国的注意。 我国在经济上面临着诸多困难,就连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。 生活物资包括大米和面粉都满足不了人民的生活所需,薄一波十分重视此事, 他凭借着聪明的头脑,利用政府的力量来进行宏观调控。 市场上若是有人囤积居齐来卖高价,薄一波就将市场上紧缺的货品放出一定的库存,来降低市场的价格。 若是市场上的货品多了,他就会先收购一批,这样一来,老百姓就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。 经过此事,毛主席对薄一波是另眼相看,赞赏有加,直夸薄一波是经济建设上的一把好手, 并称赞他的组织能力是党内数一数二的。毛主席的眼光自然是好的,而薄一波也十分感激毛主席。 薄一波曾经说过,在他的一生中,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毛主席,毛主席对他非常器重。 毛主席逝世的时候,薄一波因为在特殊时期受到了迫害,并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最后一面,薄一波为此十分痛心和遗憾。 后来他在参观毛主席故居的时候,别人问他如何评价毛主席,薄一波郑重地达到,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。 过了几天,薄一波还派人送到毛主席故居一行字,上面写着,永远按照您所诠释的思想路线前进。 可见薄一波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。 然而在2007年,薄一波去世之后,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疯狂散播关于毛主席的谣言, 其中最荒谬的莫过于第十九次谈话。 薄一波逝世后,竟谣言四起,薄一波生前曾发表过十九次谈话, 其中还否认委任毛主席在党内的政治地位, 还有人称薄一波曾为两个重大贪污犯求情,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 2007年1月15日,薄一波在距离百岁受淡仅有38天的时候, 在北京协和医院平静地闭上了双眼,享年99岁。 其实早在2005年10月,薄一波就因为癌症住进了医院, 在治疗了五个月之后就陷入了长时间的昏迷, 逐渐失去了表达能力,直到最后一天的到来, 薄一波也没能给几个子女留下只言片语。 然而在薄一波死后,有谣言声称, 薄一波在生前曾经发表过十九次谈话, 且每次谈话都涉及到了伟大的毛主席, 否认了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地位, 这样的话当然是无稽之谈。 薄一波对毛主席的崇敬是大家都知道的, 他怎么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讲话, 来否认毛主席的政治地位呢? 况且,他因病入院之后几乎全部处于昏迷的状态, 即使是清醒的状态下,也是说不出话来的。 医生也多次告诉薄一波及其子女, 要安心养病,不要操心其他的事情。 然而即使是这样, 在薄一波死后依然有这样的流言传出来, 其传播者用心之险恶可见一斑。 此人想要借着薄一波之口来否认一代伟人的革命领导地位, 否认伟人为新中国做出的伟大贡献, 这样的行为是令人唾弃的。 然而世人都有一颗八卦的心, 这件事一传十,十传百, 已经严重影响到薄一波一家人的正常生活。 此外,困扰薄一波家人的还有另外一则谣言, 是关于新中国第一起特大贪污案的。 这起特大贪污案的两位主犯, 名为刘青山、张子善, 两人都曾在天津担任过地位书籍一职, 被抓时, 两人总计贪污了171.6亿元旧币, 就算是放到如今, 也是一笔巨款。 不仅如此, 两人在天津宛如当地的土皇帝, 经常对属下极言吏色, 打压与两人政见不同的党内同僚。 因为两人贪污数额巨大, 且两人又都是老革命, 是新中国成立的有功之人, 毛主席便亲自过问了此事, 并最终决定判处两人死刑。 毛主席认为, 党内资产阶级唐一炮弹的进攻, 比战场上的敌人还要危险, 因此这件事情一定要严惩, 并且直言谁都不可以求情。 刘青山、张子善两人的死刑下达后, 党内的各种声音层出不穷, 其中许多与两人一起参加过革命的战友, 都为他们的死刑感到遗憾和惋惜, 因为他们没有在战场上失去生命, 反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死于贪污。 尤其是时任天津市市委书记的黄敬卫, 两人的死刑深感痛惜, 为此他特地找到薄一波。 黄敬对薄一波说, 刘青山、张子善两人在战争年代立下了汉马功劳, 即使是现在犯了错误, 也应该功过向底, 实在是不应该判处死刑, 希望主席能够三思而行啊。 薄一波心中对黄敬一直很尊敬, 也不好一口回绝黄敬, 便对他说, 不如我们两人一起面见毛主席, 你将心中所想告知毛主席, 黄敬文言想了一会儿, 最终还是摇了摇头, 决定就此作罢。 那么黄敬为什么不亲自跟毛主席求情呢? 薄一波为刘青山两人求情的谣言, 又是怎么传开的呢? 薄一波将底下人对于刘青山贪污案的言论报告给主席, 却被有心之人传播位给贪污犯求情, 薄一波家人深受谣言困扰, 不得已只能登报澄清, 痛斥传播造谣者。 找到薄一波为刘青山两人求情的黄敬, 原名叫做于启威, 也就是江青的其中一任前夫。 他之所以没有亲自面见毛主席求情, 估计也是由于这一方面的原因。 而黄敬也并不了解薄一波的为人,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财务部部长, 薄一波是不可能同情两个弃人民利益于不顾的贪污犯, 所以他不可能去为两人向毛主席求情。 但出于职责, 薄一波将下面人对这起贪污案的意见都惠总交给了毛主席, 询问主席能不能腔下留人。 主席看到惠总意见时, 对薄一波说, 正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是老革命了, 造成的影响也大, 所以才要下决心将他们处决, 只有这样才能挽救更多的人民干部, 防止他们犯错。 薄一波听了毛主席的话深以为然, 此后更加信服毛主席并遵从毛主席的一切决策。 然而这件事情却被一些人大作文章, 说薄一波为了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事情, 亲自到毛主席那里求情, 谣言就这样传开了。 当时薄一波觉得轻者自轻, 只要毛主席相信自己就可以了, 不料这件事情传播甚广, 相信此事的人也越来越多, 而薄一波当时对此事也并不在意。 即使在特殊时期, 薄一波被反革命集团定性为反派, 但是他依然不改初衷, 始终保持着一颗爱党爱人民的心, 从未有过动摇。 然而薄一波逝世之后, 这件事情又被某些人搬出来, 再加上另一个否认毛主席地位的传言, 这两个谣言让薄一波的家人身心俱疲, 毕竟人言可畏, 说的人得多了, 假的也能变成真的, 大家也都信了。 最终薄一波家人决定登报澄清这两个谣言, 怒斥造谣者无事生非。 薄一波一生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八十多年, 他的历史功绩永远不会被党和人民遗忘, 我们要坚定地捍卫历史的真实, 不应该被虚假的谣言所迷惑。 对于薄一波的两个谣言, 屏幕前的你又有什么看法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